你直接将文件交给零零就行 零姐他拥在里面 除了年龄的小 要哪呢 不行 让他跟我回家 我是不完美受害者帖子的当事人 我要在你们节目上曝光起立 喂 贺老师 我打车货来的下错地方了 我现在正走过去了 我还要 他可能出事了 我得去找找他 住手 你谁啊你 冷静 一会儿好好说 贺顿 江辉 钱开义 你怎么没在这儿 你哪儿都有你啊 你一个学精神医学 对心理学的事情你也可以随便打手 那你们现在有什么进展了吗 进展 这不很明显吗 你和金明聪最开始是什么关系 普通的师生关系 他让我去他家里找他 没想到他把我带到了书房 他对你做了什么 他对你做了什么 我们可以单独做一个关于校园性情的话题 我做不了 你越是想蹭这个热度 你越容易出错 这个女孩学成绩并不好 但很刻苦 最特别的地方就是 她太普通了 就附带了一种 引卵基石的悲剧色彩 这事发酵的确实过关系 如果 这件事情真是计较什么 我怎么办 没有如果 我怎么办 Tony 你干嘛 我演的像不像 让你看看 你们两个是不是 你发死了 如果说季教授真的犯了错误 我们学院啊 绝不姑息 那就开一场公开的听证会吧 我已经通知媒体了 就在下周 他不会也欠你钱吧 他答应范淡仁还钱的时间 是在听证会之后 单凭一个学生 可以把这件事情闹得这么大 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 老师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 现在所有的事情 好像都要朝着一个预设的方向在发展 如果整件事情的背后是有人计划好了 总之 我们一定要找这个人 昨天发生的一切 是我此生犯过最大的过错 我违背了一个心理学从业人员的基本操守 怎么拿来的 针对教授的人 没有放弃 现在把矛头指向老婆 为什么换掉河队 你这么喜欢心非业吗 干脆过来跟我换掉了 一样的形式 一样的内容 不是高下立判了吗 那你敢跟我比一比吗 说明镜是什么的 你怎么看 不会被换掉 我都送你 你怎么看